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我们的discord聊天社区 哦 我们有discord的聊天社区 没错 什么时候 我们一般是在周六的上午会聊天 哦 那好 我周六上午早一点起床 哦 在这个聊天社区里面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当然啊 还有很多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听众 哦 还有其他的也听LCTS的听众的声音 没错 哦 可以问你问题 哦 可以 哦 太好了 因为我很多问题还想问你的 哈哈哈哈 好吧 嗯 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啦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很想去哦 那我们来听故事 下个星星就见哦 我们听故事 哦 好 哦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啊 话说这个故事啊 是最近很火的一个 是奈飞上很火的一个剧啊 没错 是Netflix上很火的一个剧 奈飞 对 奈飞 说 奈飞 奈飞 对 是奈飞啊 这个 很火的一个剧哈 没错 名字是鱿鱼游戏 嗯 诶 我听说你看了 对 我看了 好像你是那种很快就看完的人 没错 我用半天看完了所有 你半天怎么看完所有的 啊 我就很快地看了 哦 你只是你 你看了第一集 然后就看了最后一集是吗 差不多 你怎么样 你推荐吗 如果是满分十分的话 你会给这部剧几分 五分 啊 这么苛刻 对 为什么 为什么只给五分 不是八分九分 因为 因为你没看中间那几集 我不知道 我觉得游戏嘛 我这个人不是喜欢游戏的一个人 我比较无聊 你比较认真 对了 难怪你对我这么认真呢 哈哈 听故事说中文开始听吧 啊 鱿鱼游戏 嗯 那这里面我们出了 鱿鱼游戏 我很喜欢吃鱿鱼你知道吗 我的天啊 你有多少时间没给我买鱿鱼吃了 好 鱿鱼游戏里面 为什么叫鱿鱿鱿鱼游戏啊 哎 我没看过这个剧啊 为什么叫鱿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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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鱿 我懂了 很有意思 我觉得在韩国的饮食里面 好像也会常常用到鱿鱼这个食材 对 我觉得鱿鱼在亚洲 特别是在比如说 沿海地区吗 对中国韩国日本 靠海的地方 都蛮喜欢吃鱿鱼的吧 你喜欢吃吗 我还好我没那么喜欢 我以前喜欢吃 现在我不喜欢吃 是吧因为胆固醇比较高 对 我喜欢吃 我胆固醇也不太高 下来明天买 明天买 好 那没问题了吧 那第一个人物是谁 没有问题了 就直接解读了 所以今天故事解读 就解读一下 就是这个鱿鱼游戏 电视剧里面的四个主角 四个玩游戏的玩家 没错 第一个人 程其勋 是那个就是 就是剧里面看起来 又高又帅的 那个男主角吗 就是主角 对 剧里面哪个主角 那个胖胖的吗 不是 就是最有名的那个人 那个人赢了那个人 后来他赢了 因为我没看 我也不知道谁赢了 对 程其勋 他编号456 他为什么要去 玩那个游戏 他因公司重组 丢掉工作 所以需要钱 对 他的公司 把他给裁掉了 他没有工作了 因为他的公司重组了 就重新组织了 很多时候 公司在重组的时候 他会去 炒掉一些员工 因为公司重组 常常可能是在经济上 遇到了问题 是吧 对 所以他可能要减少开销 对 减少开销 有个办法就是裁员 没错 所以他因为公司内部的重组 失去了工作 丢掉了工作 对了 那他的生活怎么样呢 他每天的生活 在债务和赌博之间徘徊 所以他的生活里 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 还债 他欠了别人很多钱 没错 债务 有很多债务 债务的意思就是 欠别人钱 用了别人的钱 没有还给别人 这个叫欠债 或者你背上了债务 对了 还有呢 赌博 赌博 他喜欢赌 对 他去赌马了 赌马 就是 就是把你的钱压在一匹马上 你说 我觉得这匹马会赢 是吧 没错 如果你压对了 你就赢钱 如果你压错了 你就输钱 对了 这是他喜欢的赌博 对了 所以我们会说 在A和B之间徘徊 哦 我每天在你和孩子之间徘徊 我可以这样说吗 不可以吧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你还有孩子啊 徘徊是指你的生活没有意义啊 我不知道啊 哦 是吗 我的生活挺有意义的 哦 就是好像就是生活里面除了A就是B吧 对了 在什么之间徘徊啊 而且感觉这个人应该不是很 就是他的生活不是很 没有什么进步 没有 不是很如意 不是很好 哦 对 徘徊就是在原地走路 对了 就是从A走到B 再从B走回A 就是你不会说去别的不同的地方 有个新的领域 有个新的进步 没错 就是在原地不动的意思 嗯 和妻子离婚后 过着无助的生活 哦 后来又和妻子离婚了 对了 所以他的生活有人帮助他吗 没有啊 他妻子都走了呀 又有债务 然后又喜欢赌博 所以他的生活就是失去希望了 很无助 对 有一天他在地铁上收到了一张游戏邀请卡片 嗯 哦 所以有一天坐地铁的时候收到了一张卡片 上面说 我们邀请你来参加这个鱿鱼游戏 赢的人会有很多钱拿 没错 嗯 这样他可以还他的债务 对不对 还可以接着赌博 嗯 便去参与了比赛 哦 便就是很快 嗯 没有多想 就是就的意思 对 就去参加了比赛 对 嗯 好 这是第一个人 嗯 程其勋 好 第二个啊 玩家的名字是曹尚佑 曹尚佑 嗯 编号218 编号218 218 嗯 哦 曹尚佑好像就是 那个电视剧里面长得又高又帅 但是话很少的那个人是吧 对 我记得他 他读了首尔大学对不对 嗯 韩国最有名的大学 对 我常常就在想 为什么这么高这么帅很聪明的人 会去玩那个游戏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嗯 他从小就很有天赋 他从小就很有天赋 很聪明 嗯 就是天给了他一些才能 别人没有的 对 叫天赋 对 有些孩子啊 从小就很聪明啊 学什么都学得很快 你就可以说 哎呦 这个小孩子好有天赋啊 对了 好聪明啊 嗯 首尔大学毕业后 加入了一家大公司 哦 首尔大学读完以后呢 他进了一个很大的公司 嗯 虽然外表看似非常成功 哦 虽然从他穿的衣服 从他的外表看上去 做的工作 他好像非常成功哦 嗯 这里面的看似就是看上去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 嗯 但真的很成功吗 实际上 真的讲 实际上 他涉嫌挪用公款 哦 实际上 别人怀疑他 呃 用了公司的钱 是吧 对了 这个公款就是公价的钱 公司的钱 不是你自己的钱 对了 啊 就是可能公司让你 啊 把这些钱给你 让你去办一个事 但是呢 你偷偷的 把这个钱 用到自己身上了 对 或者放到自己的银行里面去了 对了 可能想过渡一下 这个叫挪用公款 对了 涉嫌就是别人猜疑他 别人怀疑他 嗯 但实际上 他涉嫌挪用公款 嗯 还有呢 并且 身负 巨额债务 哦 这个债务是上一个玩家 好像也有的哦 对 上一个玩家 程其勋也是每天生活在债务与赌博之间 没错 嗯 所以呢 他是欠别人一点一点点钱还是很多钱 哦 非常非常多啊 巨额呀 你怎么知道 巨额呀 巨就是巨大额 就是那个树木 树额很大呀 嗯 巨额财物 那可能是好几个零了 哦 好几个零了 对了 身负 他的身上负担者 身上背者 对了 巨额的债务 对他 也是欠很多钱 没错 嗯 对他来说 未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哦 为什么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呢 因为他 他不可以把钱还上吗 然后重新启航吗 重新开始生活吗 不可以 因为他胜负巨额债务 非常多的钱 知道吗 所以他还不起了 还不起了 所以怎么办 他只能去坐牢 他 只能去做这个玩这个鱿鱼游戏啊 哦 要不然不玩的话 就只能去 可能就是坐牢了 对了 对一辈子就在牢狱里面度过了 监狱里面度过 嗯 所以呢 对他来说 未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参与游戏 或许是他翻身的最后机会 嗯 他的未来有一个希望吗 他的未来没有一个希望 他的未来 他的未来没有任何希望 哦 他的未来有0.5个希望吗 没有 他的未来有0.1个希望吗 没有 他的未来没有任何希望 哦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去参加这个游戏了 也许 可能 或许 参与游戏 是他翻身的最后机会 哦 参与这个游戏 拿到钱 嗯 是他的最后的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 翻身的机会 翻身 翻身就是 呃 成功吧 哦 改变他的生活状态 对 改变他的生活 他从一个呃 没有任何希望的生活 变成一个有希望的生活 哦 翻身啊 对 好像翻身常常是说一个人啊 就到了生活的这个低谷啊 没有希望的时候 然后呢 翻身就是呃 从没有希望变成有希望是吧 对了 嗯 好像有个成语叫闲鱼翻身是吧 闲鱼翻身 嗯 就是从没有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到 有希望 这个叫翻身 嗯 嗯 好 所以这个人也是 也是缺钱 也是生活里面很无助 没有希望了 嗯 也是好像被迫啊 对了 不得已才要去玩这个游戏 好 第三个人呢 江小编号067 嗯 江小编号067 嗯 江小是这四个玩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玩家 对了 身为爬手 他是一个脱北者 生活坎坷 哦 他是一个身为 什么 爬手 什么 他是一个爬手 哦 小偷 嗯 脱别人东西的人 对 叫爬手 他是一个脱北者 哦 脱北者我知道 是什么 就是从北朝鲜 逃跑的人 离开的人 哦 离开了北朝鲜的人 叫脱北者 嗯 脱就是逃脱 脱离 从哪儿哪儿哪儿离开 对 北就是北朝鲜 嗯 就是人的意思 从北朝鲜离开的人 嗯 这样的人都非常的勇敢 不是一般的勇敢 非常勇敢 嗯 身为爬手 他是一个脱北者 他的生活怎么样呢 生活肯定很难吧 哦 生活坎坷 坎坷 坎坷 就是很不容易的生活 嗯 很难 很艰难 叫生活坎坷 嗯 生活高高低低 对不对 嗯 坎坷 这个坎坷主要就是难 嗯 都是低 没有高 他把和自己一起逃离朝鲜的弟弟 独自留在了孤儿院 哦 所以他弟弟也跟他一起出来了 没错 因为 他的弟弟也逃离了朝鲜 对不对 嗯 那他弟弟现在在哪啊 在孤儿院 哦 他弟弟旁边有别的亲人吗 没有 哦 他弟弟是一个人在孤儿院 没错 所以这个叫 独自 独自在孤儿院 独自留在了孤儿院 嗯 这个独 孤独嘛 对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孤儿院待着 嗯 嗯 那他希望和他的弟弟 在一起吗 当然希望 嗯 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 哦 团聚就是他和他弟弟又重新在一起了 对 团聚就在一起 两个分开的人又在一起了 叫团聚 对了 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 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这场比赛上 哦 所以他喜欢赌博 嗯 因为我听到赌这个字 哦 就是 其实很像啊 嗯 就是 赌注 你知道 在赌博的时候 你需要用钱去买那个赌注 对不对 嗯 比如一百 一百块钱 他会给你二十个 嗯 二十个赌注 对 那 你想赢的话 有的时候你说 哎呀 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上去了 因为你觉得你会赢 所以你去把所有的二十个赌注都压在一个比赛上 对了 嗯 那如果赢的话 你会翻身 对了 如果不赢的话 没戏了 对 你就都没了 嗯 哎 所以像他 像江小真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和前两个玩家比的话 更可怜的人哦 嗯 对 因为他可能 嗯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都是啊 很坎坷 都很辛苦 不同的原因 有的人是自己造成的 但对于江小来说 是他自己不能选择的是吧 因为他出生在朝鲜 对啊 然后他成为一个脱北者 嗯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嗯 没错 所以他也是没办法 就只能说希望这个游戏能改变他和他弟弟的命运 哈 对了 嗯 可以翻身 嗯 好 那 第四个人 第四个玩家是谁 阿里编号199 阿里编号199 199 阿里是这个 嗯 电视剧里面好像还会说别的语言的 有 你记得有一个是看起来不是韩国人的演员 你记得吗 嗯 是来自哪儿的 这个人 他是来自于巴基斯坦还是印度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我记不清楚了 嗯 对我记得他看起来不是一个韩国人 但是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韩语 嗯 阿里是一名非法劳工 嗯 他是一名什么工 我听到工是工人的工 对是一个劳动的工人 劳工 就是做体力活的工人 没错 所以他是什么非法的 对他是他不是合法的 他可能他来韩国的时候 他的他应该有个签证对不对 嗯 但那个签证上不是说他可以工作的 哦 所以如果警察看到他 会把他 可能会把他 抓起来吗 抓起来 送回国去 对送到他的国家去 是非法的 对 那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 遭遇了一场工业事故 他遭遇了一场工业事故 对 我们会说遭遇什么什么事故 对对 受了工伤吗 对了 干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受伤了 没错 这个你可以说遭遇了事故 对 遭遭遇了什么事故呢 不是自己家里的事故 是工业事故 没错 听起来就是干活的时候受了工伤 对了 工厂受的伤 那他在工厂受伤 他老板应该管他呀 可是老板不但对他视而不见 而且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住院费和回家的路费 哦 所以老板对他视而不见 老板没有 老板就是当作没看见他 哦 老板知道这件事情 对 但是当作没看见 当作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 对 当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就这个叫视而不见 就是你看见了 你当作没有看见 对了 因为你如果看见了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些麻烦 或者说你要承担责任 嗯 他不想承担责任 哦 对他视而不见就算了 甚至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住院费和回家的路费 哦 给他钱了吗 没有给他钱 给他一点钱了吗 他去医院老板没有给他钱 没有给住院费 对 那他回家的钱呢 他想回家 老板也没有给他回家的路费 哦 他来到韩国 是因为想和家人过上好日子 他为什么来韩国 因为他想和他的家人过上好日子呀 跟江小是一样的 他来到哪里了 韩国啊 哦 他来到韩国 是他 是因为他想和家人过上好日子 嗯 什么是好日子 好日子就是好的生活 哦 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好 嗯 对 每个人都希望能过上好日子 对不对 没错 嗯 所以过上好日子 意思就是 大概就是说 能吃饱 能穿暖 是吧 嗯 那可能是最基本的 对 常常感觉是基本的 这种生活的要求 过上好日子 就是你的生活 可能物质上没有什么担忧 是吧 对 说的一般就是物质上 就是吃的有啊 穿的也有都不缺 对 好日子 对 然后 这是他最后一次试着相信别人 嗯 因为他就是作为非法移民来到韩国 我猜想啊 路上肯定被不同的人骗过 没错 嗯 所以就是他相信别人被别人骗 再相信别人又被别人骗 没错 一直被别人骗 嗯 所以呢 但是他必须要来玩这个游戏 不然他也没有一个机会 是吧 对了 嗯 所以听完这四个玩家的游戏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啊 什么 什么相同的地方 就生活都很悲惨 都是 就是在生活里面受到了 这种打击 而且这种打击是巨大的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了 没有别的选择 对 都是被迫的 嗯 都是生存驱使着他们去玩这个游戏 嗯 嗯 那 这 嗯 这个故事 这个 这个电影 其实 嗯 好像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火 对不对 是的呀 你觉得你会想看吗 我其实 你看的时候 我看过一两个镜头吧 我觉得太血腥了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哦 很血腥 很暴力 对对对 我觉得太血腥了 嗯 对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周六的聊天里面 嗯 我们有个听众也说到了 好像 对 也说到了 也好像他朋友推荐他看 但是他不喜欢 因为他觉得太暴力了 对 他说这个电影比较暴力 嗯 对 其实每个人喜欢不同类型的电影 不是 不是就是我喜欢 他就一定会喜欢 对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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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那这个电视剧还有什么其他是你喜欢的地方吗 嗯 其实说实话 我都已经记不起来这个电视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我记住一些小的东西 哦 所以你觉得这个电视剧更多的是视觉上的刺激会比较让别人喜欢吗 还是他剧情上的这种莫测会让别人比较担心吗 是剧情吗 还是他只是反映的社会 社会现实 我觉得都有吧 嗯 都有社会现实的写照 嗯 你记得上次 其实我现在想起是谁说过的 是Jason说过的 哦 超级奶爸 对 Jason说啊 他最近看的电视剧是Squid Game 是这个游戏 是一个朋友推荐给他的 你知道吗 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哦 嗯 他说 这个电视剧有点暴力 嗯 他说看完之后觉得不舒服 他说太暴力 太残忍了 太血腥了 嗯 是的好多写 我真是想想我也不太舒服 嗯 哎呀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故事解读就到这里 好的 听故事 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由于游戏里的四个玩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公布下好评 也欢迎您在Instagram上 关注我们 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您的同学 朋友老师和家人 没错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 欢迎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Patreon 帮我们把听故事 说中文 做成最好的 中文故事播客 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听 下次再听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